子东说的房价涨起来 那个是大的背景 可是接几年 接几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包括我们社会主义 祖国的国力 真的太厉害了 经济发展 还有人民币这样升 结果你来香港 不管你是买个一千万的房子 还是买一罐一百块的奶粉 你都觉得很便宜 人民币汇率这样高 你要觉得 而且内地的房价又贵 你要觉得来香港买东西太便宜 来少货 从什么都少 所以现在政府出这一招 坦白讲 除了这一招真的管用以外 因为你说针对外地人 要多缴税 我告诉你 根据统计数字 外地人这两年在香港 买房子的占的比率 已经高达百分之二十 而且还有 这个百分之二 可以查得出来的 比方说你没有 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你来香港买房子 占了市场的成交率 它主要占的就是大陆的 房屋成交的百分之二十 有五分之一是外地人 这个还不算公司 你可以外地人在香港 持有100个公司 每一个公司再买一个房子 那又是另外一种数字 那现在最可怕的是说 除了接两招 让外地人先看看再说 还有说最主要是政府的意志 他意志很强烈 他除了公布接两招以外 他不断说 假如接两招没有效 我还会继续来 好像目的会不停 不霸去 表白这决心 徐老师你说 要是一个大陆的有钱的人 现在有钱要存 那他是要在上海买有着数呢 还是在香港买房子更好呢 从目前来说 能在香港买房子的人 他一定北京上海深圳都已经有房了 他们那个基本指导 就是说要继续投资的话 基本指导思想 就是不想把钱全部圈在一个制度里面 现在有钱的人 他想留安全通道 然后你最和善当然是买到西班牙去 买到意大利去 可是那个语言啊 法律啊 各方面不熟悉 又享受不到 所以你到香港来 这个房子就等于是一个现金 等于比钱 因为他们根据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经验 知道在香港这个房子 虽然跟那个房子的实际的面积比 是非常荒唐的 但是它好像一种货币 它就算有时候会跌 但它也会升回去 所以你有一千万丢在那里 你就跑不了 不亏的 不亏的 它又不像美国那么风险那么大 所以而且它还有实际的好处 比方说它有一些 家人比较多啊 这个需要比较多啊 等等等等 所以很多人 我觉得他们最主要的原因是 资产的多元化 内地的今天合法的东西 明天可能不合法 今天我得势明天可能落实 所以有很多人这样赚 所以啊 这个它不仅是投资 我了解到的情况也是这样 它不是投资 它是整个啊 实际是这种裸商大潮的这个一部分 就是说它要在香港啊 再置一头家 你知道吗 反正现在老婆也多 是吧